好 最近有网友介绍这个网站叫Teachable Machine 原来可以透过Google的一个service 就是将你拍照 透过webcam也好 或者你upload一些照片给它 它可以利用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 变回一个模型 可以export那个模型 给你的program 例如python的program去使用 这里我暂时不讲这个 我怎么做先 这里我做了几个简单动作 就是thumbs up,down,left,right 很容易用这个网站 因为照拍照 或者开一个webcam 我录下你的动作 譬如我现在thumbs up 你的output,up value是最高的 down 就是down 好些 down 应该 就是这样 down 应该 差一点 down 那支棒应该是最长的 如果说forms down 你看到down相对会长一点 都有一些不确定性 不是百分百准确 但都基本上ok forms left 你看到left 最长 right 都可以的 可以接受的 都叫做最长 好 不需要任何手指 就是neutral 这里可以export model 比如我这里可以选择 tensorflow 比如我用python tensorflow 按keyless 可以download 这个model 这里原本提供一堆code 理论上都可以直接用 它的prediction 但又好像不是百分百work 最终之 我们先download了 我都参考了两三个不同方法 怎样用这个teachbook machine 整出来的code 和model 用在他们的program 里面 搞了一段 最后都搞定 搞得到的 好 还等一等 好 这里还要等一等 搞定了 这里是sipfile 我暗色它 这档呢 就会有个keyless model 整个model file 这个是最重要的library 就是一个class 就好 library也好 总之一个最重要的档案 label呢 就是我的动作 up down left right 和neutral 你把这个档案 叉回到你的project folder 比如我用PyCharm 那样 你把它叉回来 这个就是 keyless model dot action 这里就是source code 我会在video 下面那里 show 那个code 好 好 掉回到那里 先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这个program 已经搞定了 可以直接放到你的程式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这里我初步试 譬如farm sub 好 下面这里就是 那个upper window 会收回up down left right 那几个字出来 回到去 好 等一下 好 搞定了 那里面 一下子 看见到这儿 neutral 不是show的好 不知为什么 现在我 没有举任何 就是手指弓 就是我没有show 我手指弓 他都很乱 那样 要我farm sub 是了 你见到 window 只是出up down 是了 OK的 left 是了 左 右 基本上搞定的 是了 就是neutral 那里面再弄一弄 那就是 你可以用你的gesture 比如你手指弓的gesture 去做一些control 就是好像 等于我们在 scratch上用microbeat 用那个accelerometer 一样 那我们现在是用那个camera 去做 那可以 例如配合声音 可以令它跌到发声 跟着你的gesture 做不同的声音出来 好了 我听听这个program 怎样搞 那这里import numpy cv2 opencv tensorflow 那三个library 都够了 那这里我设置了 对了 设置了cam 开出来的frame 就是40x320 细细细细 那些label就是这样 就是那几个动作 up down left right neutral 那我跟回这个次序 那这个次序 label 对了 它整个label法 跟回这个次序 好 那跟着呢 那跟着呢 low model 那就是用回keyless 那有时候呢 这个要加下去的 compound 因为有时候它都会 弹个error message 出来的说 你的module model 没有compound 这样 加回这句 都work的了 compound 这个 true loop infinite loop 就是收你的webcam的data read 如果成功 就会做下面那些东西 这个特意要flip一flip那张 那个image 因为呢 你左一对调了 在webcam拍出来的 那就show 这里没什么特别 i am show show 那个image出来 webcam拍到的影像 好 跟着再下来 这里就是 它原本的model 那张照片的size 是24x24 那这里要做些resizing 就是跟回原本的source code 跟着呢 转做numpy array 是啦 这个只要跟着 跟着要normalize 这里我还未知 为什么要normalize 好 跟着呢 这个关键prediction 这个command就是predict 你的gesture 因应你的gesture的动作 会变回一堆数字出来 那么呢 这里对上label 那这里要拿一个function 这里 好像原本的source code 没有的 algmax 就是找出这个axis 那个maximum value 因为呢 我们要找最大的 thumbs up down left right 我找最大的value 就是 当是那个action 这样 所以predicture label 就是刚才我print的东西 那我就 印了那个actual value 出来 就是numpy array 和prediction 那些value 大家就会看到 其实对上 它的网站 show value 是很重要的 我再来一次 好 现在呢 我这里呢 你看到下面呢 show all 所有的value 那些label的number 01234 现在我放心 up 你看到是0 你看到那里有五个column 就是呢 因为我们有五个class 就是五个action 或者五个gesture 那现在up呢 就是最大的 就是第一个 第0格 就是你当这个是一个 不知道listing array 这个 第一格 就是第0格 就是第10格 9点多 所以拿最大 它就up down 你看到第二个column 是1 你知道 python呢 第一格是0 第2格是1 开始 第2格是1 你见到 第2格是2 就是第3格 column 的value 最大 rise 这样 接着呢 就到第4格 就是index 是3 value 最大的 那不然是neutral neutral 就一样的 neutral 可能我要退前身后 看是不是neutral 呢 躺下头 neutral 好像 不是很显示 的 其实 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 真的 和戴眼镜有什么关系 如果 是 如果我是不戴眼镜 基本上 算下 neutral 都未必是最重要 好 那你就见到这个function 就是找出那个数字最大的value 这个是很关键的 那接着呢 就 剩下一个code都很特别了 那如果你按Q 就brick了 到最后 收工 release release morecam 和关掉所有windows 好 那这里呢 就都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source code 试试在你的环境里面 python的环境里面 玩一下这个 teachable machine 装出来的那个model 好 今天说到这里先了 拜拜